防護面罩的部分的話就 看分局長下去調度 新冠肺炎持續延紹至今 為降低原警第一線執勤染疫風險 新北市議員徵患家 體恤原警們的辛勞 前往板橋分局及海山分局 贈送防疫面罩及酒精噴霧槍 讓原警執勤能夠降低染疫風險 徵患家為原警送防疫物資 主要是因為板橋分局 日前傳出人員PCR呈現陽性 現見原警處在高風險工作環境 板橋警分局表示 染疫消息傳出後 分別在辦公廳設 寢室和車輛進行清銷 另外請人員均實施分流及居家辦公 原警在外執勤風險高 增患家捐贈防疫物資 讓執勤原警更可做好防護 記者曾丁家綜合報導